新闻就是新闻第三集 您好,我是蒂聪 先给您说说我们在熟悉不过的六六大顺这四个字 其实它的出处是公元前722年的史书《左传》 里面说到 君义成行,父慈子孝,兄爱递敬 此数者累为六顺也 意思是国君代臣子要仁义 臣下对国君要忠诚 父亲对儿女要慈祥 儿女对父亲要孝顺 兄长带弟弟要有爱 弟弟对兄长要尊敬 由此在推演至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等五轮 中华文化自古提倡礼教 所以呢 这六六大顺在住院顺利的同时 也代表着一种礼节文化 礼仪文化 除上述所言 还有至少另外两种解释 我们暂且割下不说 本集节目 我们就以左传里提及的六顺 来检视马来西亚 盘叠马来西亚 前途六六大顺吗 我们要请到马来西亚特约通讯员 刘伯董先儿前来分析 伯董你好 弟兄你好 我觉得打了两年的驿站 部分国民因为疫情而失去了工作 生活资源失去了依靠 在去年的时候发起了挂白旗运动 他们在自家门口挂起白旗 向社会讨取物资 寻求帮助 随着马来西亚接种两剂疫苗的人数 已经高达79.5% 马来西亚首相 也逐步开放管制 让马来西亚为尼不正的经济 逐步的恢复正常 以下一些相关事件 在这半年期间发生 每一件事都不断显示 马来西亚政府的无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件 那叫做不断被延长合约的医生 我们怎么理解 这事件是新闻是在去年7月23号报道的 也就是说在这2016年12月到2021年5月之间 一共有23000又77名合约医生在医院工作 但在这5年期间 只有789名医生 也就是3.4%的医生 被转成永久雇员 这新闻事件并没有完美落幕 而这些合约医生 不被转成永久雇员的事件 经过曝光以后 世界各地的医疗机构 也在这个非常时期 招聘了这些医生 你刚才提到5年间 只有3.4%的医生 被转成permanent staff 永久雇员 在马来西亚 2016年12月到2021年5月间 一共有23,077名合约医生 那想了解一下 这个合约医生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没有永久性雇员的福利吗 对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 像他们的这个公积金 EPF应该也是没有的 就是完全没有福利 没有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事件 说的是144名马来西亚国家运动员 不被续约的事件 疫情前在2018年 一共有两场运动会 一是亚洲运动会 一个是共和联邦运动会 2018年国家体育部 获得的马币拨款是7,150万 但是在2022年 一共有三项世界运动会 原本应该在2021年 在河内举办的东南亚运动会 第二个是2022年杭州举办的亚洲运动会 第三个是在 博明汉举办的2022年的共和联邦运动会 所以你看2022年 马来西亚需要举办三项国际运动会的前提 国家体育部获得的拨款是马币1,750万 足足被缩减了75% 也许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 体育部就只好把这144名国家运动员提前解雇了 是 那么截止我们录音的这一天 也即是1月25号 似乎有好消息发布 这个好消息其实也只发生在 头号中指的羽毛球运动员李子佳身上而已 其他的却不利在里面 就是这位马来西亚首号羽毛球手李子佳 获得了续约对吧 对的 第三个事件 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从海外染疫的人口比例当中 很大部分是来自朝圣归国的马来西亚国民 而这事件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人 并没有接种疫苗却能够出国超胜 沿着这事件的发展揭发出一部分的医疗机构提供虚假的接种疫苗记录 收取的收费介于马币三百到三千 当中雪兰德州涉及的人数高达两千六百人 收取的伪造疫苗记录的费用介于马币三百到三千 这个跨幅蛮大哦 对对对 因为刚开始交价的时候高嘛 后来是随着要求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这家庭就一直往下掉了 然后呢就薄利多销 是这样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子 我这样子猜测 OK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新闻事件 2021年12月发生了大水灾 水灾蹂躏了马来西亚半岛 主要是以吉兰丹州 登加楼州 以及雪兰德州 其中又以雪兰德州灾情最为严重 这一场水灾显示出马来西亚的防灾与救灾机构的运作 迟钝 救灾人手及配备不足 救灾机构的负责人兼部长 不服责人的态度 被新闻媒体抨击之后 部长竟然对新闻媒体发言 他不介意辞职 如果国家可以寻找到更好的替代人权 你看这一场无情的天灾 部长对待媒体的答话 让人看见可怕的天灾 更让人看见让人心寒的人祸 民间的救灾组织 以及无数的无名英雄 自动自发的扛起救灾活动 也让人们看见温暖的希望 或许我能够分享其中一个真实事件 有一个马六甲的男生 当时巴胜发生水灾的时候 他就驾着他自己的那辆小汽车 身上只有50块马币 他带着他自己的小山板 驾到灾区 然后用了他身上的50块钱 20块钱买面包 30块钱打满了汽油 单枪匹马去了这个巴胜 用他的小山板救了相当多人 他不是为了出名 他这样子的这个无私的救灾的动作 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人们就把故事写下来 放在Facebook里面 是 那截至1月25号为止 这位部长还在任吗 还在任 并没有获得结果 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人选 是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事件 在最近1月22号 民间组织发起的四位集会 口号是逮捕阿詹巴基 阿詹巴基是马来西亚反贪 无委员会的主席 就在不久前 有吹烧者提供信息给独立媒体 指说阿詹巴基坦污 他超而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事件曝光以后 这个阿詹巴基出来辟谣 指说他的股票是他的弟弟代为购买 哦 是他的弟弟代为购买 可是另一方面 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 也对媒体说他的交易并不违法 同时首相 但Ismall Sabri也对媒体说 既然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 指出他的交易并不违法 这事情就应该告一段落 对于这事件的主要问题是 国家已立法规定所有公务员 若要持有市值超过马币十万块以上的交易 就必须征求上市同意 才能交易并申报购买的内容 例如数额以及有没有利益冲突等等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完成购买手续 然而阿张巴基却始终无法提供书面证明 他获得上市的批准 更讽刺的是 阿张巴基身为贪污委员会的主席 他曾经说过 吹烧者将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然而这事件 他却对吹烧者提告毁谤 这形同恐吓吹烧者 直到目前为止 可以对阿张巴基发出检控的总检察师 却还未有作为 阿张巴基也还未停止 所以民间组织才会号召群众集会 对政府发出信息 逮捕阿张巴基 第六个事件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第六个事件 其实是沿着逮捕阿张巴基 延续下来的 因为号召这个民众集会的领袖 City Kassim 也是因为这两年来 眼看执政党与反对党无能的作为 也在不久前 伙同其他的伙伴打算在来临的大选 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 他们能不能够胜出 咱们就拭目以待 可是这一路下来 我分享的这个几件事件 例如不断被延长续约的医生的新闻事件 还有今年被提前解约的国家运动员事件 没有接种疫苗就能出国的国民事件 国民可以虚报接种疫苗的事件 以及水灾期间可以调动的休灾人员 竟然少过1月22号阻止民众集会的警察 其实以上种种都处处显示出 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国家的磊弱促使人民自强 对强权提出质疑 为何官员犯法 处处得到通融 例如被定罪后的前首相纳吉 可以出国探亲 可以出席国际会议 及美光灯于一身的犯人 过去这么多年来 美党执政党执政的政绩差强人意 或政客言论适当的时候 就在舆论对他们口诛笔伐之前 政客往往会以答非所问的方式 来转移民众的视线 政客或许也会挑起 族群之间的敏感的话题 来避开他们被批评的政绩 举例 过去每当敦马迪的政绩不佳的时候 新马两地的水工课题就会被挑起 或者是像以上所讲的事件 水灾期间 救灾行动饱受批评 国家运动员被解约等等 忽然间 怡保的土地局就发布通告 指示多间庙宇非法占用土地 将会面对被强制拆迁 当中有些已经建立超过150年的金庙宇 再举例 纳吉为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开幕 引起马来西亚华商李金有的批评 纳吉本身已经被法庭定罪为犯人 他就不应该受邀为嘉宾 纳吉也一直企图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来转移视线 这几句实实在在的批评 纳吉却没有正面回应 他反而指说李金有是敦马哈迪的捧党 这样的说法是企图 抹黑商人 李金有 政治圈里天天可以看见 任何善情丑闻娱乐性的言论 就能轻易的把人们的视线从核心问题上拉走 欠缺独立思考的民众 极为容易被低俗娱乐的信息给迷惑 进而影响对事件做出相应的思考 掌握以上手段的政客 几乎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放眼世界 很多政客喜欢利用这样的手法 来转移视线或对他们的政绩 做出批评 而这种说法西方名为 Tittainment 是Tit和Entertainment组合起来的字 Tittainment 这个Tit是TIT的那个Tit对吧 比较具象的说法就是 当人们在吵的时候 你就给他一个鲁头含着 他们就忙着讯息 于是就安静了 很不幸的是 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正如这些政商精英所说的方式运行 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活课题 比如治安 天灾 人民的权益 社会的安定 都可以被这样的偷窃手法转移焦点 或许引用装置里面的一句话 窃勾者猪 窃国者猴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 偷了腰带的人 却被杀头 盗窃了国家权力的人 却成了一方猪猴 人们真的需要打造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别几十年下来 让这些政商精英 重复的使用这样的低级手段 来蒙蔽民众的眼睛 同时 窃取国家的资源 偷了腰带的人 却被杀头 盗窃了国家权力的人 却成了一方猪猴 这是特约通讯员刘伯东引用庄子的这句话 窃勾者猪 窃国者猴 这是相当严峻的一种光景 柴多火焰钩 民间能识破政客的耍弄伎俩 有时之势 领头跨越族群的藩梨 彼此同理同心 或许是眼下能够用以抵消堕落糜烂的政治生态的其中一条途径 化受苏东坡的好友王拱 因为受到苏东坡的牵连 被贬折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 王拱受贬时 他的侍妾也是名歌迹叫柔奴 毅然随行到岭南 而后王拱回来之后 请出侍妾柔奴为斯隆坡劝酒 苏氏当下做了一首词 如此说 长线人间着玉郎 天应其余点苏娘 尽到清阁传号池 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沿玉绍 微笑 笑时又待岭梅香 试问岭南 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 是无香 我就白话后半部的词 如此说 人人称道这柔奴歌声轻妙 风起时 那歌声如雪片飞过炎热的夏天 使世界变得清凉 柔奴啊 你从遥远的地方归来 却看起来更加年轻了 笑容依旧 笑颜里好像还带着 岭南梅花的清香 我问你 岭南的风土 应该不是很好吧 你却坦然答到 心安定的地方 便是我的故乡 此心安处 事无香 朋友 您的心安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